嗨 皆さん 今天我們要學的生活短句是 それもそうだね それもそうだね もう平気なの もう平気なの いいね いいね 這三個 這三個也是看日劇一定會出現的三個 所以大家學一下 好 那第一個 それもそうだね それもそうだね 那 客氣一點 それもそうですね 都可以 他的意思是 說的也是 說的也是 那 怎麼用呢 看一下一個對話 A 說 もう遅いから そろそろ帰らない もう遅いから そろそろ帰らない もう遅い 已經很晚了 所以 そろそろ 是差不多 所以 差不多要不要回家呢 然後 B 說 それもそうだね それもそうだね 就是 說的也是 OK 再看一個喔 今日は 混んでるから また 今度にしませんか 今日は 混んでるから また 今度にしませんか 今日は 混んでる 混んでいる 他的意思是 就是 擁擠的狀態 通常是 就是 餐廳 就是 客滿的狀態 或者 入塞車的時候 會用 混んでる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應該是 餐廳 今日は 混んでるから 今天就是 就是這個店 就是 人太多了 所以 また 今度にしませんか 要不要 下次呢 然後 B 說 それもそう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そうだ イエス OK 所以 それも そうだね 是 そうだ イエス B 一個 A 說 昨日 休んでたけど もう平気なの? 昨日 休んでたけど もう平気なの? 昨日 休んでた? 昨天よ 請假 もう平気なの? 已經不要緊了嗎? 然後 B 說 もう大丈夫 ありがとう もう大丈夫 已經沒事了 謝謝 OK 那再看一個 A 說 入院してたお母さん もう平気なの? 入院してたお母さん もう平気なの? 就是 してた 過去室 所以 以前有住院的你媽媽 已經不要緊了嗎? 然後 B 說 はい すっかり 元気になりました すっかり 元気になりました すっかり 它的意思是 完全的 所以 完全的 回復了 完全的 變元気了 那個意思 OK 所以 もう平気なの? 已經不要緊了嗎? 通常 就是 朋友 就是 跟公司請假 然後 隔天 來上班的時候 就是 會 講的一句話 已經沒事了嗎? 那個意思 OK 好 那 接下來 いい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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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意思是 就是 好主義 或者 聽起來不錯 然後 大家 那個 Facebook 的 じゃん 就是 那個 這個 じゃん 用日文 是 いいね 所以 它的意思 就是 じゃん 或者 就是 好主義 那個意思 好 那 看一下 例子 A 說 明天 明天 要不要跟大家一起去海邊呢? 然後 B 說 いいね 楽しみ 就是 好耶 就是 好耶 就是 讚 然後 楽しみ 在之前 有出現過 就是 好期待喔 那個意思 好 再看一個 A 再看一個 A 說 来月 日本へ移行 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 所以 就是 如果朋友要去旅遊的話 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 楽しんできてください 祝你玩得愉快 這個 也是 可以學起來 好 那 今天我們學的 好 那 今天我們學的 それ も そう だ ね それ も そう だ ね 說的 也是 然後 も 平気なの も 平気なの 已經不要緊了嗎? 然後 いいね いいね 就是 讚 聽起來不錯 這三個 也是 就是 日據裡面 常出現的東西 所以 大家一定要 學起來 好 那 最後 有什麼意見 就 請 留言給我 或者 請 幫我按讚 然後 如果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就是 希望支持我的頻道 那 今天的課到這邊 拜拜